槟城有两个Astro Rock 第一个是这个Mini Astro Rock 第二个就是这个正宗的Astro Rock 两个都是登山客最熟悉的路线 还有一个山明水修的汽灵器路线 风景相当不错 这些路线都不会很难 适合初学者前来挑战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看见优美的风景和云海 登山从高望下欣赏风景 是很多登山客的最爱 回程经过5号的彩虹楼梯 你也来拍照打卡吗 大家好,我是龙堂 欢迎回来龙堂的频道 记得订阅、按赞及打开小铃铛 带你去更多的爬山景点 今天要带大家去槟城的Astro Rock 在Jalan Greenland前往槟城U Park的方向走去 Astro Rock之所以被取名为Astro Rock 是因为在20多年前 Astro在这里挂上了一个超大型的布条广告 每次经过Greenland时都会看到山上有一个超大的Astro布条 所以登山客就将山上的大石头命名为Astro Rock 从此Astro Rock就变成了槟城嘉义户晓的著名爬山景点 靠右继续往前直走 从UF Park爬上Astro Rock大概需要50分钟 并不会很难 即使是爬山初学者也可以前来挑战 进阶的爬山客就可以前往更远的39号 甚至往升旗山走去 交通灯继续往前直走 左边的空地就是从Astro Rock往下看下去的宝马场 靠左边走去 今天的车有点多 慢慢驾吧 交通灯直走 这条路是江南乌达马 我们继续往前直走 左侧就是UF Park 到我们前往UF Park的停车场 所以继续直走 记得订阅Long Down的频道 您的订阅将鼓舞我 继续带大家去探索更多的爬山景点 交通灯直走 这里就是植物原路 路的尽头就是Botanical Garden 经过路顿后就要开始放慢车速 转左进入UF Park的停车场 停车场很大 把汽车停下后就可以准备爬山了 从停车场走向UF Park的入口 来到警卫庭 先扫描Mind Sedatra后才进入 进来后就往前直走 左边是一个草场 很多人在跑步 来到这里就可以转右走进去 你会走到阳灰路 继继续走 右边的大石头上写的什么字 你知道吗 这里开始有点斜度了 开始爬山山了 你会经过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公园 开花时一定会很美 来到分岔路 转左走下坡 继续往山路直走 先深呼吸 然后走原石路往上爬去 你会经过一个小瀑布 听听流水声 蛮疗愈的 山路有点倾斜 一步一步朝向Astro Rock走去 沿路有不少的记号 让登山客更容易去到目的地 一个倒下的大树 还好没有遮挡到我们的去路 继续往前走 朋友说就要抵达Mini Astro Rock了 遇上一只很特别的猴子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猴子吗 45分钟后 我们终于抵达Mini Astro Rock 这个操场就是Green Lane的跑马场 这里还可以看到乔治市的全景 甚至是大汉角的都棍山都可以看到 休息片刻后 我们继续前往正中的Astro Rock 靠左边走去 又是一阵攀山越岭 要坚持住啊 这山路有点难走 脚步放轻的慢慢走吧 越过树之后 正宗的Astro Rock就在我们面前了 一个小时后 终于抵达Astro Rock了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能见度很高 还有云海可以欣赏 想当年 Astro就把布条挂在这个大石头上 所以就被命名为Astro Rock 很多登山客慕名而来 来爬山得到健康外 还可以拍照打卡 稍微休息后 我们继续前往39号走去 又是一轮的上坡路 累啊 来到分岔路 有一个头盔坐记号 我们往左边走去 幸好昨晚没有下雨 不然这里肯定变成了烂泥路 这条路可以前往84号 5号 39号 Kings Rock 和707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朋友们在讨论要往哪里走去 这里有一个路线可以去707号 据说有一个小瀑布 山明水秀的 我们走 下坡路 必须拉绳子接力 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就要抵达707的停止了 加油 石头上写着707号 这里有个小瀑布和停止 让登山客在这里休息 看回刚才走下来的斜坡 现在要走上去 脸轻轻了 咬紧牙根走上去 加油 回到刚才的十字路口 每一个方向都可以去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往中间 前往39号的路线走去 路上有很多记号 谢谢登山客留下的记号 让我们知道怎么走 两个老外走得很快 让路给他们走先 我随后更去 这里有三种颜色的记号 你知道这些记号是去那里的吗? 请写在留言处 看来蓝色是前往39号的记号 就要抵达39号了 继续走 刚才越过我的老外 他们抵达39号后就要离开了 两个小时后 终于抵达39号 雷的话可以在这里休息一阵子 随着微风欣赏风景 可以忘掉一切的烦恼 休息后我们继续前往5号走去 右边是刚才我们来的路 现在我们靠左边走去 一个人一个人慢慢爬上去 别心急 走向右边的小路 加快脚步追上前方的朋友 这个地方很熟悉一下 之前去彩虹石时有来过 连接在右上方 遇见夜夜摩托 让路给他们先 这个地方也很熟悉一下 原来已经抵达5号的休息站了 从Moongate到5号休息站 是很多爬山出学者必来的路线 连接在右上方 转个声继续下山 曾经红透一时的彩虹楼梯 就在5号休息站的前方 转右前往3号走去 这里会遇到很多爬山客 记得要保持一米的距离 一阵子后就会抵达3号的休息站 有个3号的牌楼 标记这里就是3号的休息站 走着走着又来到一个空地 又有风景可以欣赏了 这里可以看到歌腻和乔治寺的风景 环境优美 天气开始有点热了 我们下山吧 今天走了一圈 全程6.26公里 最高海拔405米 谢谢观赏本视频 欢迎订阅Lone Town的频道 按赞及分享视频 任何疑问和建议 可以写在留言处 我们下个视频见 后会有期